在外面的比赛,就像一个大男人 把张智磊的右手从张智磊,然后射射射射 这是张智磊职业生遥,唯一输地的比赛 不过打完比赛,对手直接很救护车抬走 所以这场比赛很多人认为应该是张智磊赢了 赛号张智磊也觉得裁判这个打分有问题 比赛结束了,打来我感觉非常紧赛 其实裁判判我输了,但是在我心中,我硬了 整体体育就是这样,比赛三国 而赫格维奇表示,如果张智磊不服气 可以导入方丈,他会前往北京 在张智磊的赌场KO他,不得不说 这小子确实有点黄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区过程 这场比赛是张智磊和赫格维奇争夺ABF冠军挑战区 当时赫格维奇是世界排名第三和张智磊排名第15 虽然张智磊排名比较入耗 但是他是实力大于明确的学手 和他打比赛要格外小心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进入深度睡眠 尤其是他的耗手区打得非常精准 一旦命中那就是躺着下了一台 这边比赛即将开始 张智磊是39岁,而对手是30岁 比赛开打,双方先是在做一个试探 试探对手这个实力如何 看到的这场比赛是一场12回合的重量级ABF的拳王挑战资格赛 罗迪亚的菲利普和哥维奇 张智磊是一个左架的拳手 而那场比赛斯科特里亚历山大是临时的出战 所以一回合1分54秒就被张智磊击败 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是24胜一平 10回合跟杰瑞弗瑞斯特当时是战成了平手 能怎么样,但是相信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 张智磊通过他的刻苦训练 包括他请专业的体能师来给自己进行体能上的调整 赫尔格维奇他除了石头人 所以说也显示出他的强有非常漂亮 张智磊这个前手直突然变摆 这边张智磊一个起手摆拳就将对手击倒毒苗 这时候张智磊优势很大 第一回合打完整体来说是张智磊占据优势 因为他有将对手一次击倒 而且张智磊打得比较冷静并不着急 好了我们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这选手可能他的实力大于名气 球率非常的高 但是他在进入到了这个IBF前15名之后 或者说进入到其他体系的各个体系的前15名 因为他的WBO还排第6 全都拒绝跟赫尔格维奇对战 而张智磊其实这场比赛也算是给了赫尔格维奇一个机会 你首先要先有机会才可以 张智磊非常注意自己的前脚对于对方前脚的控制 张智磊 张智磊如果自己的体能不出现下滑和问题的话呢 他的抗击打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 就在跟Forester那场比赛赛后呢 也是有消息说张智磊在那场比赛 由于脱水比较严重 所以呢也导致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他的身体并没有处于一个最佳的状态 9岁 对手可能他还是有一些这个上升的空间 擅长的这个拍击 包括回击 来给对手制造压力 而不能是让赫尔格维奇啊 这么舒服的打进来 第二回合打完 双方打得比较平淡 觉得优势也不明显 好了我们比赛得到第三回合 能在比赛的前半段就形成大幅度的消耗 这回合一上来之后张智磊啊来了个先下手围墙 这边比赛出现了一些意外 双方比赛开局的时候 这个头撞了一下 导致这个会为奇 这个头部受伤 要经过一部人员一起处理 才能够继续比赛 量级的金牌 在他的前进的道路上 拿到金牌 16年的里约奥运会呢 是拿到同海 当然在要说奥运过前几名 但是呢最终是败给了约书亚 但是两个人可能 如果要是想再碰面的话 很可能就会是这个 类似的这样性质的比赛了 是在进攻的连续性上 可能跟年龄小九岁的 赫尔格维奇比 确实呢是要差一些 漂亮 这几后手权大中 他在打鲁登科 这样的选手的时候呢 就这招用得非常好 但是由于 跟赫尔格维奇呢 他俩身高臂展都差不多 所以说在这样的距离上 打完后手直拳 再打前手上钩的时候 赫尔格维奇 他会条件反射一样的向后 所以总是感觉呢 在之前 血转赫尔格维奇的时候 您确实这是个好选手啊 确实是个好选手 手势变成出拳 赫尔格维奇刚才 打了一个前手之后 上场啊 这也是基本张志磊的前手拳啊 张志磊在这次备战 这场比赛之前 他的这个训练 这样五月份 本来原定双方那场比赛的 陪连都是留了几个相同的人 今天打到第四回合呢 张志磊的这个状态感觉就是 他一直在匀速的前进 而并不是说像他在上之前 张志磊把这方逼到脚上 好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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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赫尔格维奇刚才 其实第一组啊没有打到 但是第二组张志磊手刚放下来 他第二组就跟上了 非常舒服的一招 自己的额头 形成一个比较谨慎和严谨的手势 而赫尔格维奇呢 他的一个前手势 他在左手 也是自己的前手防守的一个区域 出现一些可以被张志磊利用的空档 过的还是可以 刚才赫尔格维奇呢 又是鸡头之后接身体的鸡打 出于手势的张志磊男 身体状况 比如说这个肌肉质量 包括自己的这种身体能力来看 经过过去这一年多的训练 确实是有所提高的 39岁的老将为了自己的梦想 而不停地去追逐的这样的一种执着 躲开赫尔格维奇的迎击 对于赫尔格维奇 刚才这一战打的赫尔格维奇 连续的明显头部位移 而且那一战 顾巴拉特普列夫 在对小克里秦柯之前 也是找赫尔格维奇当陪练 他们都会找一个 比如块头大的 或者是一个块头大的 一个左架的 一个是具有跟张志磊相似 技术特点的 能够再加前手板 刚才就是 连续的勾拳加摆拳 还是勾摆组合 张志磊今天的勾摆组合 确实是打得很清楚 过程中有的人是会让对方 再有点小便宜吃 但是张志磊要注意啊 不要掉手 非常的漂亮 又是前手平勾 再加后手 后手直选 前手点一下 可格维奇 现在是被张志磊的 这一连串的操作啊 有一点 这个发懵 感觉在 这两个人的 这两个大块头啊 可格维奇 张志磊呢 是277磅 这有点跟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 就是两个霸王龙在互相的撕咬一样 现在增加 这也就意味着 其实张志磊增加的这一部分的体重 其实很多是来自于 他的肌肉质量的变化 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啊 张志磊是一定要注意的 因为这个后格维奇呢 他也承认张志磊在开场之后的 这几个回头会非常的危险 刚才张志磊四两拨千斤啊 前手已经爬横向一拨 体现了这个武术的境界 直写 刚才的那个挺主要是由于场地的问题 挺不是由于可格维奇的问题 挺 漂亮 张志磊刚才的迎击打得很漂亮 而且那个迎击之后呢 是一个两拳的组合连击 特点确实也是发布出来了 可格维奇刚才中间打进去 两边这有点开掌啊 特别是前手拳转出来之后 整个的身体向后一缩 他的进攻节奏就被打断了 刚才这两拳打得不错 两侧突袭 然后主要的信封简留在中间 刚才突然间的后手重拳 这样的高节奏高强度的对抗当中八回合 好合连击刚才 两个人都是想打出动机 但是都上过了 摯影这里的天气环境 倒时差 另外他在每排要开着室内的加热器 这就是张志磊在这场 而且张志磊也很有勇气的去 当然可能打完这场比赛之后 其他排名前出的选手可能也会发现 好像后尔格维奇也并没有那么可怕 小幅度的起打效果上 张志磊确实是利用的很充分 漂亮漂亮 连续的三拳再加后手 再加前手把后手上钩 如果后哥维奇能够理解到张志磊的这一点 他就不会在那几秒钟的时间 出现如此的松懈和大意 张志磊打到现在 还在困强的在场上坚持 同时在场上也给对方带来了足够的压力 让对方没有太打得那么自如 有很多的渊源 因为本来这个后尔格维奇 他最后一场比赛啊 是打这个阿克马托维奇 三回合TKO结束 在去年的12月份 对好像命运的这根绳子 把两个人最终还是连接到了一起 挺好的 刚才又是一季前手摆拳 正好是在后尔格维奇准备做摇闪的时候 完成了迎接 加一个后手直拳 漂亮 但是那中路连续又是三拳 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后尔格维奇中间连续的这几拳 其实都没有能够打透张志磊的防守 志磊是丝毫没有退让半分 而且展现成了自己 在过去一年多的提升 无论是技术 还是体能 力量 还是心理状态的提升 这个晚上过得很痛苦 就很煎熬 技术打法相对单一 而且呢 在有一些出拳上 特别是自己的前手摆拳 他的出拳并不是非常的规范 这到尽头了 确实油箱里面已经真的是没有油了 所以在最后这半分钟的时间里面 甚至连双手都没有办法抬起来 比赛之后的张志磊呢 是直接趴在了拳台的绳边上 但是这场比赛张志磊应该说打得非常的出色 这边全场比赛打完 由于这个比赛时间很长 有蛇肥河 我就把这个时间说懂了一些 1号比赛结果就是赫格围棋 给输了下比赛 虽然张志磊输了比赛啊 但是我觉得他打得还算不错 赛号这个赫格围棋也是直接进了1月 我这个张志磊是自己开车回去啊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喜欢伯伎的朋友请离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